謝謝主席 我想今天是一個非常嚴肅的時間 因為我們很清楚 這一次的課綱微調 已經受到所有基層教師的反彈 而且這些反彈 是他們已經是走上街頭了 如果在這樣的一個前提之下 我們必須在今天質詢之前先確認 這個課綱微調雖然已經公告了 但是我們認為應該要暫緩 所有應該都要暫緩 因為這是程序發言 我們可不可以就針對程序的問題 我現在在講程序啊 然後實質的發言待一會 主席 我們現在在講程序啊 你要針對程序啊 提醒一下 我現在在講程序啊 主席 你怎麼能夠打斷我的話呢 我再講程序 今天如果我們現在要進行 進行質詢之前我們沒有先確認這個程序 基本上今天的質詢都是白搭的 好像我們在幫教育部背書一樣 尤其現在我們發現他已經違反行政程序 他用一個國教院的一個行政他們自己的工作要點 就要凌駕我們的所有的法令 所以這已經違反了行政程序法 還有沒有尊重所有老師的意見 甚至檢核小組都沒有相關台灣歷史的專家 那我們要試問 要怎麼去做微調 是不是根本就在去台灣話 所以在這樣的前提之下 我們希望先確認這樣的程序 是不是 先予以暫緩所有客干微調 因為不止今天 我相信下個禮拜或下下個禮拜 我們還會繼續排 所以我們甚至應該要開公聽會 我相信民進黨 我們絕對會開公聽會 會邀集更多的相關的學者專家 來針對這樣的議題來討論 所以教育部不做的 我們立法院要來做 我們不能讓教育部像太上皇一樣無限上綱 要去台灣話 不能讓我們的所有台灣的學子當成犧牲品 一個教育部長膽道妄為 如果膽道妄為就可以犧牲我們的教育的話 就可以政治打手的話 我們不能接受 所以我們認為在質詢之前要先確認這個程序 也就是客干微調的部分應該暫緩實施 尤其是很明顯違反我們所有的法令 所以我們希望主席要先處理這個部分 這是程序 謝謝裡 謝謝